下单,TDA86价钱106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最大是有趣的 XL,两个色而已,酒红还有深蓝色 两个色,进去看它的款式先 它前面这个部分,就是这一边这个部分 还有袖子这个部分,是雪防面料 这一个部分,你看落影落线这个部分 然后是雪防面料,落影落线这个部分 只是前面这一边,还有袖子而已 后面就没有,后面这个面料呢 我们有这个身体这个面料,我们有用过很多次 它就是比较轻盈,然后比较凉爽,很舒服 有那个垂直感的那个面料来的 对对,不用怕会透,不会透啊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这一件穿M size修好了 两个色而已啊,这个都会选到深的颜色 大家也说,两个色都是深色 可是,还是说要比较有显瘦的效果 肯定是我身上这个蓝色,OK 我是穿着M size M在我蓝色肯定是在我中间 M来说,要可以到79 那么呢,因为这种面料呢,它的那个弹力不大 所以说我们建议它,它中间拿大不要拿小 尽量是说不要操控比较好 可能这1cm是可以的,OK 可能再多的话,建议你们拿大不要拿小 所以这款式跟我的尺寸下单啊,选择带走M就好了 穿到我身上,上面腰围都是还有空间效应的问题啦 它是属于一个flare的那个裁剪 然后身高越来越来越穿越来越是说 一样是非常大气的长度 因为它是齿盖以下啊 所以你们跟我的尺寸下单,这个款式带走M就好了 选择非常少啊 腰的话尽量只剥下单啊 然后款式方面是纯细的 之前是完全没有过,袖子旁边是属于一个气氛系啦 所以说把盖子的弱弱的部位 就是说像我这样手臂比较粗的 都是我啊,加上厂家袖子是用了血黄 所以说不用但是说非常热非常闷啊 是不会啊,所以说要让它赶快啊 这个新年串非常适合啊,OK 这个款式新年串非常适合,OK 因为它基本上啊,衣领这边它是用这样子Manduin color的那个款式 它没有做麻牛,它就弄了这样子前面整排扭扣是款式来的 它有那个新年的那个原理那个啊,Design在那一边 OK,袖子这边它用啊,用了这样子螺纹面料来收袖吧 所以基本上如果没有这样子拉起来 它是属于一个七啊,应该说五分长的袖子就对了 拉链是在后面由上管下啦 有口袋啊,左右两侧口袋是方身的的 还有就是某些小细节,你看它腰间这边它是弄了这样子一层一层这样子的款式 一样啦,上围这一边啊,左右两侧又打两个折 所以整体穿起来是非常显瘦 加上下助理讲呢,for那些觉得自己跨比较,就跨比较粗的这一边比较大的 这一件呢也非常遮度呢,然后可以遮跨这一个part 所以你不会觉得这样子的类质啊,它是属于大A小flash 我们一样有提供hip的尺寸长度,就是属于那个很大气的长度 整件穿起来啊,它的面料是有那个垂直感 它就会这样子垂下去,然后面料是很舒服很凉爽 我穿S,助理是穿着M3,所以跟着助理的尺寸相当是一件穿M9 我身上的9红啊,基本上两个色都是属于比较深的颜色就对了 我快速去换黑色给你们看,呃,深蓝色给你们看啊 好啊 好 下车 显瘦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一定是深蓝色了 然后也不用怕说 因为肩带那一边 肩前面那一边是这样子 用血防溢透之类的 它视若隐落线 基本上也不用刻意去换 你穿内在每时候 你的bra的肩带是不用刻意去换 它就是会遮得到的就对了 它只是前面这一个part一小部分 是用了血防面料 所以其实这一件连身裙 它的侧工是非常复杂 因为它要这一小片是用血防 Mandering collar 不用怕说衣领这一个part 会勒紧之类是不会 它的高度是刚刚好 你不会穿了 你不会感觉它顶在那一个紧 还是很勒的问题 你不会就对了 有口袋 OK左右两侧口袋是functional的 基本上这样子的款式呢 你不管是新年穿也可以 然后after新年这一些穿上班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做的是比较 比较trendy 但是前面一台扭扣这样子 所以说包括你之后啊 你现在买了上班 还是从上一个新年穿都没有问题啊 这个款式也不容易过时啊 这样子的款式 OK不用怕抱扭之类的啊 前面的扭扣是款式啊 穿的时候是拉链在后面 有上晚下啦 基本上要盖这一件连绳裙 盖的都遮完 就是它非常显酸 是因为手臂这边最白白肉 一样是遮住了 然后度男这一个派 它也可以cover得到 就是因为 加上它腰这一片啊 它是用这样子大片的 修腰的那个材质 OK 我是穿着S 助理是穿着M size 所以说一般是去到XL OK 你们的执帅哥一样啊 这个款式啊 带走M就好了 好 我是穿着M啊 所以说要挖动作快啊 也蛮久了没有这样子的材质 而且所有的小细节都是顾客非常喜欢的 就是这方面用了一个大概是气氛锈 然后长度呢 是起盖一下 比较大气的长度 然后这边腰间 它是弄了这个 效位这个比较宽的 可以觉得整体看起来会有非常血瘦的效果 还有就是它这个的面料上线的时候 有没有人人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要的话尽量直播下单 PDA86 价钱是106啊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XL 两个是深蓝和九红 OK 我穿S 助理是穿M size OK 要的话 回来直播间下单啦 请不要在Inbox下单啦 虽然现在我们直播着 然后你看这直播 你Inbox下单也是不属于直播下单 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是上一 OK 你